在Wave下的SoundShift P是一个变调效果器 使用它,您就可以对整体音频进行变调处理 在Transpose下方的SummitTest位置,您可以设置变调属性 变调是按照半音为单位的 例如您将这里设置为3,就意味着处理得到的音频音调比原来的高出三个半音 设置为-3,就意味着处理得到的音频音调比原来的低三个半音 在Interval位置,可以音成为单位来设置变调情况 下方的Source位置表示原始音频的标准音A4的音高频率 Destination位置表示处理后的音高频率 在Sense位置可以调节音分 例如我需要将音频提升三个半音 在视听的时候我觉得音调还是有点高 但是并没有高出一个半音 那么我就可以在Sense位置进行细微的降低音分 Ratual推杆可以从整体上来设置变调情况 向上拉动为提升音调 向下则为降低音调 在拉动的同时,左侧的参数显示着变调的具体情况 最下方的Mode位置可以设置同步码 一般情况下应该选择Trasport 根据输出软件的走带控制器来跟随同步码 需要提示的是在进行变调处理的时候 请不要进行太大幅度的调整 否则得到的效果会非常不自然 这个效果器非常适合翻唱爱好者使用 例如一位男生需要翻唱一首女生歌曲 如果高八度演唱音调又太高了 低八度演唱又觉得音调太低 所以您就可以使用这个效果器来设置伴奏的音调 从而调整到适合自己演唱的音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效果器的介绍就到这里 请您继续观看其他效果器的使用教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